啊啊啊 2006 年 11 月 11 日 PlayStation 3 主機於日本上市 7 年後的 11 月 15 日 大幅提升性能導入許多新概念 讓大家期待已久的全新次世代主機 PlayStation 4 於北美上市 讓 PS 家族正式進入新的世代囉 新世代的 PS4 主機 在外觀 尺寸與重量上都做到了輕量化的目標 主機整體重量僅約 2.8 公斤 比初代 PS3 主機輕盈了許多 低調奢華的極致黑配色 採用了跑車般的犀利設計 展現出 PS4 主機如同藝術品般的外觀 在 PS4 硬體性能方面 運善效能硬是比 PS3 高出 10 倍之多 採用 8 核心的 X86 中央處理器 以及 8 GB 超大記憶體 讓遊戲開發團隊 能夠使用華麗又流暢的高畫質 3D 引擎 運算出每秒鐘最高 60 張 更加滑順流暢的遊戲畫面 PS4 除了採用強悍的硬體架構 當然在軟體上也不會讓玩家們失望囉 主機系統內的 The Playroom 是使用 Dioshock 4 無線控制器 以及 PlayStation Camera 這兩個最新設備 來互動的主機性能展示遊戲 讓玩家體驗 PS4 周邊設備的創新遊玩方式 Dioshock 4 會在遊戲當中 使用 6-axis 動態感測器來控制 並且用手把上的內建喇叭 產生特殊音效對應 同樣在手把上的整合式多點觸控面板 則有特殊的操控功能 PlayStation Camera 進行人臉辨識 並且偵測控制器前方光條 經由運算之後 讓玩家身處於擴增實境中的世界 過去想要跟朋友分享 讓你玩遊戲的精彩表現 都會需要專業的設備來錄製影片才行 現在透過 PS4 的網路分享功能 就能夠簡單的辦到 只要在遊玩過程中 按下 Share 按鈕 就能夠立即分享 15 分鐘的精彩片段到社群網路 並且可剪輯錄製影片之後再行分享 甚至可以直接開啟網路直播 跟網友們一起同樂喔 看過了 PS4 強大的硬體效能之後 是不是更想要趕快玩到了呢 別急別急 台灣區的 PS4 將於 12 月 18 日正式上市 可是比日本還要早喔 而且 PS4 的遊戲沒有區域鎖定的限制 所以很快的我們就可以玩到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常作遊戲囉